培养出来 中国老祖宗成熟 不孝友善 无后为大 不是熟 你儿女多 儿女多不算熟 儿女当中有人才 有集成家业 集成家道 集成家学 这个重要 老师也是如此 学生再多 那个没什么用处 学生当中 有没有集成你的道统 集成你的学术 这个重要 传人 这个重要 我们对这个很重视 也是天天鼓励大家 好好学习 真正发心 我们尽一切力量 来帮忙 来帮助 好 谢谢 下面一句 从得 行人 这一句 比什么都重要 我们要从上 道德 要把 仁义 形望起来 人的爱人 知道爱人 爱一切 众生 从哪里 从哪里学起 我们最恨的人 最讨厌的人 常常来 侮辱的 陷害我的 从他起 爱他 爱他 帮助他 我对他都爱 那对别人 就不 就不必说了 对亲人 那更不必讲了 最 怨恨 平等 把这个 无实 借来 或者是精神 跟人借过 过去 全部 把它化解掉 这叫菩萨 这就我们 学佛 真正的受用 学佛 还有 看不惯 还有怨恨 这个不可以 那这就不像 这个 佛弟子 佛弟子 要跟 释迦牟尼佛一样 一定要能够 容纳 他做的罪业 我们天天 把功德 毁上给他 为什么 知道 他要多悟道 多悟道 希望他少受一点苦 这个我们怎么办 他不多多悟道 我们帮不上忙 多悟道 减少的痛苦 我可以帮他上忙 所以处处 替别人着想 我们自己会健康长生 会生活得很愉快 真正是佛弟 好弟子 好 这个 讲义里面 诸起 是黄年子老句子 我们 这个 大经节 也一 已经将圆满了 现在我讲第二遍 第二遍呢 用空会 把我过去的 口派 汇在这个经历 所以这个 下楼 汇集金本 用我的口派 用黄年子老句子的住戒 他的住戒 住得好 是集住 集大臣 集住戒指大臣 那里面 这一段文呢 我都有很详细的介绍 今天晚上 我们就讲到此地 谢谢大家 大作战